菜園登革熱疫情連環報 疾管署昨天公布 在新增六例登革熱確定病例 分別是新北市及臺中市各三例 幾乎都有菜園活動史 這也是臺中市今年第一起 登革熱群聚感染事件 防疫人員到菜園周邊 進行噴藥消毒 就怕登革熱疫情再擴大 因為臺中市大理區周三又新增三例 登革熱確定病例 而且三人與周二確診的個案 都在東升里這處開心農場種菜 是臺中市第一起登革熱群聚感染事件 目前已有四人感染 恍惚了 恍惚原因 我都不敢處理 你這樣子現在會不會 用一些什麼防疫疫苗什麼的 不會 不會喔 還不怕 就還好啦 看身體吧 身體覺得還可以 不只臺中市菜園登革熱連環報 新北市新莊穹林裡又新增三例確定病例 其中兩人也是在菜園被叮咬 而這個菜園是穹林裡第二處疫情熱區的菜園 目前新北市登革熱群聚感染人數來到16人 獲集七個禮 由於菜園附近就有學校 下週國中小學即將開學 新北市將針對疫區附近學校加強防疫措施 有一些的案例他會習慣到周邊的學校做運動 仍是造成疾病能夠做長距離傳播的一個媒介 為了因應登革熱疫情 疾管署已經制定登革熱都會區菜園管理指引 各縣市衛生單位將針對層查或斑文解決的菜園或果園 加強輔導和尋查 以避免成為都會區的防疫死角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